民众骑着机车到外木山定点 就顺手把垃圾往路边一丢 整个乱丢垃圾的情况 被市政府环保局移动式监视器拍得一清二楚 机动式中山区外木山海边 早已经是观光旅游胜地 但是却被民众乱丢垃圾 现在几乎差不多都少了 差不多八成以上 什么时候开始被推进去 持续差不多有两个月以上 基隆市环保局也依照监视器画面 光是五月份一个月就开出了上百张 每张2400元的罚单 总金额超过24万元 这时间者大概都在什么时间 大概都会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三 对 对 这就是已经收了 那这里每包垃圾的这个开罚 罚金是多少 这边的话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是最低就是少两千 那光这个五月份就罚了多少 五月份近百张 差不多快24万 环保局也呼吁民众 不要以身试法 共同建立亲近家园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期待